水车穿梭河水园区急救援 2021年全台大汗河水园区抢水画面 就怕今年再上演 2021一缺大汗 结果去年还好 那今年又开始 在做一个珍珠串计划 也就是把这个水源跟这个管线全部串起来 未来西部从台北翡翠以下 一直到这个云林 那目前的这个水都可以 各个水库可以互相调度 水力鼠启动北水难用 但最快得等到2027年才能派上用场 恐怕是原水救不了近火 毕竟光是台积电一家 在竹科一天用水量达5.6万公噸 占原区用水一成 加上中科南科单日耗水总量超过20万公噸 让市场担忧护国深山也口渴 而旱灾应变中心针对竹苗台中地区 实施水情类黄灯 却让外界一头雾水 水族创下了一个名词叫做类黄灯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像我们跟园区的沟通就是自主节水 类似这个 虽然不是到规定的节水 但是它是自主的 水情拉紧报还没完全解除 另一头厂商更担心缺电危机 立委点名三大园区用电量 从前年增加4.3% 到去年再增加9.7% 一年碳排高达2200万吨 年增190万吨 但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却不到0.5% 像达到2050年近零碳排 就怕变成天方夜谭 再生能源的发电量 在我们三大科学园区 国家级世界级的 只不过占比0.5% 杯水车薪 这样都过度依赖交易市场 去用买的去用换的 那我们自己园区的绿能说穿了 就是成长有限我甚至要讲 可能诚意不足啊 就怕中小企业买不到绿电凭证 市场都被大户吃光光 水电双缺危机 不只考验厂商应变能力 跟攸关台湾产业竞争力 靖新闻学庄黄品汉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靖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